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侯明号《大梦归离》档期定了,全员高颜值,大胆预测这剧要报。 不论是此前剧方发布了首版预告,又或者是一众主演合体参加节目,出色的制作水准。 轻一色的俊男美女,都让《大梦归离》收获了足够多的关注度和热度,妥妥地为播鲜火。 而在经过了紧张的后期制作后,《大梦归离》目前也是有了预计在10月20日首播的档期出炉。 这对于乔首以待许久的剧粉而言,显然是一个十分惊喜的消息。 根据《山海经》相关剧情改编的《大梦归离》,讲述了因为白泽神女的意外身亡,导致了妖兽肆虐人间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化为人形的《百妖之手》朱燕化名赵远舟,帮助朝廷组建了姬妖司。 并以赵远舟为首成功组建了一支捉妖小队。 开启了一段十分精彩探险和捉妖的精彩故事。 既有着非常精美的浮画道,也有着紧凑的剧情节奏, 更有着质感和水准在线的打戏与特效,整体的制作质量非常的高。 特别是郭氏美学下的画风画质,非常的具有吸引力。 出演女主的陈都玲,则是凭借着去年频繁的刷脸, 以及不断的沉淀和突破,成为了目前最炙手可热的九十花之一。 甜美清新的五官,自带古风韵美帝气质。 让陈都玲在《大梦归离》中美出了新高度。 而担当男女二号的甜家瑞与陈霄,同样颜值演技兼备的小花生。 两人在过往作品中,都曾给我们留下过诸多的记忆点。 甜家瑞超绝的角色驾驭度,陈霄美出圈的古装造型, 都将成为整部剧的看点之一。